外送員來到路口突然停車 擋住整個通道 雖然經過其他民眾提醒 外送員往前騎行 但眼睛似乎仍緊盯螢幕 而這起誇張的導航外送 就發生在高雄榮總的附近街道 由於附近車流量大 外送員的行為 不小心就會引發意外 也讓民眾看了搖頭 不過台南一名外送員 卻讓目擊民眾 忍不住要不吃一笑 原來一樣的手機架 上頭卻是放著一本地圖 讓民眾笑稱 這才是架槓的離線地圖 不過使用離線地圖的外送員 畢竟少數 多數騎士像是這樣 邊騎車邊滑手機找路 只是警方說 不管手機架擺放的 是紙本地圖還是手機導航 因為沒有直接手持 所以成了法律漏洞 都沒有罰則 但像這位 畫面中的外送員 疑似先騎在人行道 已經違規 根據道交條例 可開罰600到1800 另外停在交叉路口 也可開罰300到600元 兩張罰單 除了整天辛苦就要泡湯 如果發生意外 恐怕還要倒陪 畢竟適緩責員 趕著要搶單搶錢 也得要注意 交通安全 TVBS新聞方式 陳何一信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